全城香港精神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主場 大陳志豪由大東 又見到曾志豪 請問曾志豪先生是否在這裏 你是鄭敬基人嗎? 聽聲音似 看不出 因為我沒有戴眼鏡 我以為你做了躲藏還是換了鏡頭? 沒有副眼鏡 今天我們有你的手播不戴眼鏡做節目 什麼事?燈光 沒有啊 我進了房間做 我換了不在廳裡做 進房間做 我以為就好像去旅行執結行李那樣 很瀟灑就可以搬進來 後來就忘記了很多拍戲的朋友 都知道那個行規就是 喂不要亂動啊 撿鏡子少 撿燈就糟糕了 果然 就是進來每樣東西都調好了 但燈都調不回 髮型那邊 髮型那邊 是啦 跟星期六就很大不同了 是啦 但是你這個造型只要 不過以你說話呢 因為你整個人都有笑容 其實你是如果挺適合古裝的 就是那種很冷的那種 噔噔噔噔噔 你不要做這麼誇張啦 但是其實 抱歉 抱歉 其實我覺得 從來沒有想過做演員的 真的從來沒有想過 就是不要算頭條新聞那些 是啦 我古裝就是小浩子 不是那種啊 不是啊 我真的覺得 你的面型很適合上 就是做古裝 因為為什麼有一個 很適合上粉啊 面積大 可以上到很多 沒有啊 你看我的頭 從小到大都是 很大的 我自己都知道的 不過不要緊啦 這個髮型就是 老婆說喜歡我 有一點點角度出來似她 那我就保持而已 那就好啦 我生日六多謝你在我們的家人聚會 也都有一些朋友 在Patreon那裡 我們又知道你說那個相應事件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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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那位Vincent 回來了 你看小浩子說我啊 那我就說好啊 是 沒錯 是啊 是啊 每一次來呢 很多謝你 以一個獨特的造型 從來沒有試過在你的頻道出現過的 今天就在我們香港台獨家出現 其實你這樣又有一點點叫做什麼 什麼 孫悟空啊 就是那個造型 我也在頭條裡面扮過的 哦 即是 在頭條裡面我是長眼鏡的 扮孫悟空的時候 因為不可能戴眼鏡嘛 猴子是不是 現在唯有戴眼鏡 近不近時心不心 就是你拍在那裡 你看著那個方向 你看不看得到什麼東西的 看到 看到面子的 我現在都看到你在那裡的 所以我不想每一次都是問啊 志豪呢 除了問他拿東西啊 拿東西啊 有什麼料啊 怎麼說啊 就是分析一下幫我們 這次來說呢 你說都看到一些形狀的時候呢 剛剛呢 我們多人多理 你那邊的天氣 你有沒有過過白色的聖誕 或者是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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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地去 那個時候也去芬蘭 特地帶小孩去看聖誕老人 那就真的 很爸爸 可以加一個字 好貴啊 爸爸 但是好像芬蘭 你那些去到那些飲飲食食就不是 是不是好像機票都不是超級貴的那一隻 你跟團的 不是啊 自己去啊 現在有 我不喜歡跟團的 其實他那些東西就 我印象中其實芬蘭那一次 其實是當地的活動啊 你飲飲食食是貴的 就是很快你都已經 機票是便宜的 機票就真的不算特別貴 但是你去到 隨便吃點東西 那也是幾百元幾百元 所以你都放棄了計的 不要計的了 你過了白色聖誕的小朋友 希望他長大了之後都記得 把他去見聖誕老人啊 就是那些村 除了平時問你拿東西 我這次想送回我這個 你過了白色聖誕 我想白色新年你沒過過了吧 沒沒沒 我就送一個 昨天在我們多倫多一個展輯 成為一個很短的白色新年 你看看大家 你看看不得到 怎麼寫人了 送給你啊 來吧 這條雪靶 那條是DRIVER 本來是進來這裡的 這裡已經一半進不了了 這條雪靶多厚 你根本不能衝過去 好誇張 我真是第一次見 進不了了 太誇張了 你看看打環了 雪靶 死了啦 死了在裏面 你看 這條海維油口 死了 40寸米 進都入不了 我都要走雪靈 你看那些雪靈 味多 唉 真是好 嘩 忍不住戴霍眼鏡才行 那挺好的 又有一點反光而已 四十幾厘米 是不是 其實是五十幾 兩呎幾雪 很厲害 你這麼誇張 你最後見到那個雪人 我想告訴大家 是什麼意思啊 那個是 他是在家裡的樓上 二十幾樓 雪吹進露台的雪 可以砌到雪人 你想想那場雪多大 好像雪人融化了 這棵真是厲害 最誇張的 你看到有巴士 有救護車 有就算很大的 就是那些川州過省的那些 全部都動不了 三條主要公路 封了 你看到剛才一架救護車 其實挺慘的 因為為什麼那些男人 永遠 就是不能死定 那些人就出去 就是剷走雪 才可以出到車 是 那剷雪的時候 有很多心臟病發的案子 哦 難怪剛才 我看到Ambulance 接著有個人就在旁邊 那個畫面 救救在那些 就是因為那些人剷雪 病發 是啊 真是雪 哦 雪 真的 32年來 多倫多是有下雪的 如果比香港來說 我不知道你覺得 你在香港試過 有人問過那些問題 你覺得暴雨 黑色暴雨很厲害 這種雪 你覺得哪一種 在你的印象 你經歷過黑雨 剛才的雪霸就是 昨天這麼說 所有要上班做的 有些人在車 最耐失過我認識的指示 是 在公路八個小時 是 嘩 就是雨災和雪災 好像在比較兩種不同的 大自然的威力 香港經歷水災就多的 嚴格來說你可以說 水災 你都好像覺得 已經找到一個方法 可以怎麼去克服它 就是你的車就死火 就沒有辦法 但是香港人為了上班 那些地方 你都做到的 那我想應該是不是 雪災會嚴重一點 因為我想起 譬如雪災 你那條路是 你那條路是 你想拼命 尖雪都尖不了 尖不了 而且你可以凍死你的 如果你真的這樣出去 但是你很少下雨會臨死人 所以我猜 是不是雨災 輕輕一點點呢 我覺得雨災你怎麼都可以 走去一個地方 就算你濕了身 你都去到最終一個地方 有一個目的地可以衝去 是啊 是不是你衝出去 想著幫家買少許外賣 那外賣店第一 就是外賣店都不開 你以為衝到去有東西吃嗎 沒有 那個人都上不了工 他上不了門的 那些雪可以頂住 我自己的門 是要挖開一條路 不過最開心的是誰呢 如果你的小朋友 那一定是 他們第一次試過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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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找到一個方法 弄一條隧道 挖一條四尺左右 穿雪的底 就很開心 但是昨天真的全面癱瘓 三條主要公路 給錢的付款的不付款 癱瘓了 哇 今天出了一個罰款令 其實政府其實很… 罰什麼 可以這樣 其實這麼久以來他要灑鹽 還有出那些叫剷雪車 我猜太久沒試過 昨天那些人很遲才出動 已經塞了兩尺 他打算下完長雪才剷 如果這樣說 以往就不應該這樣說 那些警察、軍隊幫忙就好很多 昨天就沒有出過任何東西 現在這樣了 因為那些市政要來剷 但是昨天已經累積獎金實在太多了 他說如果市民阻止公共設施 你們在12小時 今天起床 你不清楚它 是會不會有人收 大概1000元港幣的罰款 那你要跟我們科普一下 就是加拿大的鏟雪職責 是每個家庭要自己承擔的 沒錯 原來是這樣 就是這樣說 因為它實在太混亂了 做不到一些世界 因為其實加拿大有些世界 他們平時會有些合約 外判了一些人來 根本昨天呢 你叫Uber外賣沒有 叫你的車拋撈 找那些來救拋撈的車拋撈 是 拋上拋 昨天我唯一看到 實在太荒謬 就是一個警察交通警 他在那裡 他自己做了你和我的工作 做了KOL 他在那裡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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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叫你不要出來的 哦 那倒是 其實真的 你落雪落到這樣 我在遠方 我唯一覺得 宅在家裡 你不能再出去 你浪費時間 你又去不了 有女人救你 其實應該全體宅在街 還可以避免感染疫情 昨天是漂亮的 如果你去照片 其實去到你家裡 平時窗台 有些人有一間屋 很富裕的那些人 一間屋 窗口 平的 新人起碼都離開 你腰那麼高 那些雪在你的腰那麼高 嘩 是這樣的 雪來到你的腰那麼高 腰那麼高 真的沒見過 聖誕路也沒見過 所以我想問一下 如果真的要落雪落到這樣 最有效的交通工具 會不會是暴行啊 還是都不行啊 暴行呢 就是有些地方 你自己隔開了 還有一條雪褲 它們是防水的 是 有一點點 就是好像看那些Discovery Channel 就好像別人釣魚 都穿到上身 不會浸濕自己的那些 釣魚山 雪褲 就被小孩在那裡剷 去滑雪那些 那你昨天看到 有些人拿些雪蕭出來 在平地那裡 硬一點雪呢 有呀 我去芬蘭那次 唯一見過 就是因為沒有東西做 其實那個酒店在山上 下面才有那些所謂的餐廳 便利店什麼都好 在山腳 就當是走下去 那我那時候酒店 他就說 你拿著那個 好像一個小小的雪蕭板 四方的摩托板 一個兜兜 拖著小孩很開心 就玩到瘋了 一邊走就發覺 很多當地的居民 就在那裡 真的乘搖 但是他怎麼乘搖 他就是拿 你說的那些 拿兩塊雪蕭板 那些直接在那裡 慢慢在那裡 哇 沒有見過這家的 之前在香港 大家跑步 拿著波鞋 賣著那些車 那些車 只要你推倒自己的車的雪 其實就是平時多倫多 一般的一場雪 在你門口 這個真的是雪國的特有景象 就是這樣的山寶 香港人剛剛因為各種原因 來到多倫多第一次 我真的想說 昨天應驗了我們廣東亞 最三字經裡面的 全家一起出來剷 哦 真的 真的 今天很多個家庭 我到處做了一個小直播 我自己留著兩項鼻涕 嘩 大小出氣 你的機器都會凍壞的 喏 你的手拿著 還有一陣子 就是你的身體 我放了機器 還能轟到嗎 轟到一陣子 你說得對 如果你放在浴室那裡 有些人打算拍下 都應該不成功的 你說得很好 是啊 因為我上次試過 芬蘭那次去滑雪場 我打算拍我兒子滑雪的英姿 我發覺不是吧 拍了三十秒 它沒有了 然後再開機 然後 是啊 拿東西的時間 給你一些東西吧 白色新年 今晚話說還可以 你先拿一件事給我吧 不如你快點唱一唱 刀狼版的加拿大 2022年的第一場說 我每次都說 你一唱完這一句 我又剪了它出來 又的歌聲 喂 因為我有follow著你的 其實一直在說 特首跑馬仔 我都follow了你的邏輯 既然如果中共裡面那個權 就永遠都是我指定誰就是誰 你不用跟我說什麼是誰是誰 我陰點那個就是 但是這裡是一個說法 大家follow的邏輯就是這樣 但是每一天 多些人出來 昨天那個KOL的德祥少 我們也聽過 是吧 就是閃師傅 那你平時熱問就好地地 有十幾萬的follow者 就可以做特首了 OK 笑話 其實如果是國際新聞 這個是屬於國際笑話新聞 政治就被人笑話 但是這件事加了這個 又加上那個 之前的陳鳳虎珍 今天加上波叔 我知道你說是源於一線 都是這樣說 我其實反而想用一下你那方面 如果越出這些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每一次 雖然我們不敢說百分百 是不是給到一些線索 其實林鄭是不是真的會連任呢 你覺得 我覺得現在這些人名 其實真的只有一個訊息 告訴你就是 沒有人心願成福就被他自動連任 各方人馬 基本上 無論是真還是假 煙花也好 是表達了那些心聲 就是說我是想爭的 還有我覺得他是不應該再有得自動當選這件事的 其實 這麼多屆的特首 老老實實 應該是只有頭兩屆的特首 是所謂封平浪政 其實都做不完的 屆一屆都做不完的 但是只有頭兩屆 你是看到真的封平浪政 沒有任何傳出 有些建制派想出去爭的 譬如董建華 他剛剛第一次的時候 就不算 因為那時候還有什麼吳光正 楊冠那些一起來玩的 但是到了他第一屆任期 完了連任 其實大家永遠停留那個畫面 就是霍英東震給一枯 我挺黨 然後大家就搞一個很龐大的挺黨集會 完了 那個沒有任何一個 就是叫做正常有份量的建制派人物 是表達說不是的 我也想爭 那時候你可以看到 就是董建華 無論基於什麼原因都好 他是中央不義之選 直接連建制派陣營裡面都知道 行了 不要傻了 一來你挑戰不了他 二來你挑戰他就得罪中央 人家都說明繼續給他了 曾蔡英權也是 曾蔡英權他所謂 雖然有個叫做特首的辯論 但是你和若薇那些 那些不關事的 那些玩的 你不會有一個有份量的人出來 和他挑機 是這兩屆的 然後你想想 唐良之爭 林鄭和胡蘇貞之爭 那些就是真的了 所以我想 其實現在這個 只不過是秉承了 我們整個香港 後半期的戲碼 就是沒有任何一個特首 再可以好像董建華 又或者曾蔡英權 當年的待遇 就是一錘定音 平息了所有人 曾蔡英權很明顯 不是因為他威望夠 應該就是阿爺覺得 不要搞那麼多 你繼續給他搞完 董建華應該就是 他的名望真的很厲害 但是現在沒有 梁振英沒有 林鄭和曾俊華那個年代都沒有 那你到林鄭現在 他的功績只有每方如下 他由當日出來競選 還騙到你是很大的 到現在 每個人都想打他 所以其實這個是反而很正常的 真的告訴你 整個建制陣營沒有人妥他 而且覺得他是一個 可以被挑戰的一個格式 所以每個人都推出來 不過大家都想不到 就是北京還沒點名出來呢? 是的 究竟是想用一個 繼續留他在那裡 還是他還沒有一個 真命天子還沒扶出來呢? 可能是大家還沒摸得透這個位子 但是可以挑戰 應該就是大家都擺在眼前 擺在面前 就是沒有 不會是一個單一的聲音 但是好像我昨天 我自己做Live這樣說 我都是 我就爬冷的 就是我就爬冷 我就覺得 如果你用正常思維 就沒理由不叛林鄭 就是用正常思維 但是 往往在疫境裡面見親昌的 就是因為他太多 就是洪門宴 或者很多現在這些所謂造王 那些 這個一來那個原因 就可能反而令到 就是大陸會覺得 喂 王是我做的 不是你做的 那就不讓你們出現了 還有那個就是 我見大陸官場 也有這種說法 都是 一人的將軍是最好管的 沒有任何脈絡 人情 需要去還 不容易結成地方的團伙 對中央來說 最容易控制 林鄭真的是 孤家寡人到一個點的 所以如果爬冷的 我覺得可以 可以向這個方向 小注意情 我覺得距離三月 還有十幾個星期 十一二個星期 每個星期當然有一 兩個人突然加入 都是要看一個冷門程度 還是熱一點 那些我想要靠你 不過 新春 她說到現在 如果信建制派那個放風 她說新年期間 一定要有人 開宗明 說到我要參選 到時候就真的可以看 因為林鄭分分鐘 如果上面角力圓 她可以不出來選 她可以直接說 我打算完成任期 就算了 都可以的 所以很快 不用等到三月 她現在說農曆新年 應該要有人彈出來 就應該見到一些 大家那個勞性很大的 一般的人 就是我 就是一般 我就不太明白 大家正正就知道 什麼都要阿爺准許的 就算說建制派 你看到他一向 北京就靠遠了 為什麽這次 任何人都可以走出來 他不怕阿爺 說你這麼多事情搞 我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阿爺 或者其他的人 你出來搞一下 先放風玩也好 但沒理由這麼傻的 你明明自己手上自己有些事情 你出去搞壇 說我是阿閃師傅 你出來試試玩一下 陳茂波被人這樣說出來 陳馮富珍你出來 他們自己手上有事情的 如果阿爺是不宜之選 又要他音點OK 你才這樣出聲的時候 為什麽這麼多人 走出來給他們點名 又在玩呢 但是你留意 截至現在我們做節目為止 他們沒有任何人 自己實實指說 我要去參選的 就是你陳馮富珍那個最大的變化 就是傳說他那時候是 不記得8號還是9號 就說他要出來開一個 那些什麼國際疫情的forum 因為有阿董謙求 大家就賦予無限想像 但是突然間取消了 取消完之後呢 他的解釋 直接告訴你 沒有啊 沒有關特首事 一早安排好的 這個疫症的一個會議 一早安排好的 跟特首選舉無關 就是其實他們每個人都保留一個巨大的彈性 就是放風而已 就是風放出來 你就吹到似層層 沒有問題的 當事人絕對不會回應 又不會跟你去承認的 就是你說如果肯承認那個 譬如閃國林這些 又真是沒有什麼所謂 他那些慈氣 真是慈氣很光眼的那些朋友 他沒有所謂 他又沒有蝕底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現在 其實就沒有很大的 就是那個叫做 付出的 其中一個人物你可以參考 就是葉劉 他每一屆都想選的 他真的想選的 他從來沒有掩飾過他想選的 是不是還沒人訴他 是的 但是你會看到 什麼叫安全係數 就是他每次都拿不到足夠提名 就是說其實你說 不怕得罪中央嗎 他是沒有機會可以得罪到中央 因為他連表達完想選 他都進不了閘 那些選委自己都自動會收封 或者他自己 就算不是看爺頭 他都會覺得 你和我有這麼大的關係 就是我支持你 我都是想贏的 你的勝算有多少 我支持你我有什麼好處 我的票我不如給一個真命天子 所以其實這些 他天然有這些機制 就化開了那些東西 所以現在應該就是 很明顯爺墨許 你就不停有意要選 還有還要留意 他沒有任何一個人 現在明刀明槍 就是所謂打那些叫做負面戰 那當年唐梁大戰的時候 那些地牢 那些紅酒美人都出來了 那些才是所謂阿爺眼中說 喂太難看了 就是灑黑手段 曾鈺成那時候 都被梁振英 下一刻都走了 但是現在還沒到那個階段 所以我想對北京來說 如果你說他硬不喜歡 現階段的吹風 其實只不過給一個信號 北京知道就是說 是的 個個都想變 請你做最後決定了 沒有人想他留下來 個個都覺得他是應該 給別人去挑戰的 那就自己做決定了 北京做這麼多事情 都是想令到香港 封平浪靜 國泰民安的感覺 大家不要亂來 但是這幫傢伙的建制派 這麼踴躍做這個全民造星式的 就是一種形狀的氣氛 你認為北京那邊看見這個香港 現在都靜了 又有警隊 又加了五輛車 是 但是這幫傢伙是這樣的 這幫建制派 其實DNA裡面是有抗爭的 其實某程度上 他們都經常在想些事情反一下 就是會反他不喜歡的人 阿爺會怎麼看這幫香港人呢? 其實說真的 說真的 如果是正常的 如果這個叫做北京政府 他有一個正常的耳目 在香港的話 其實他應該早就知道了 就是 毛澤東說的 黨內無派就千奇百怪 是沒有可能的 就是說 在一個陣營裡面 絕對不可以 都沒有可能是一言堂 他自己都知道 所以說北京對香港的建制派 內鬥心中有數 其實過往很多屆他們都知道了 就是建制派和特首有時候強弱之分 都會是令到特首變筆腳鴨的 因為那時候建制派說過很多次 就說 喂 好像田兆還是曾玉成他們說 喂 我有肉 就無榮 然後甚至乎主動打開口牌 就說 我們逐單算的 其實這些某程度上 都不是一個理想的管治團隊 還有他那些建制派的班子 是應該表達的 喂 大哥你想想 有條件跟你說是逐次計 那你不是應該一如既往支持我嗎 要跟我說逐次計 那其實已經是等於告訴你 不會是朝野一條心的 所以我覺得對北京來說 是很正常的 特別是整個反修例 林鄭她那幾個月的操作 麥美娟啊 很多建制派 特別是區議會大敗之後 全部人都知道的 所以我覺得她又不是太意外 這個我想只不過是再次 就是肯定了 就是北京對香港的研判 就知道是三三五惡 需要找一個特首 或者她需要用一些管治 是給一個共同的因子 是壓得住這一幫人的 那麼可能這個也是 他們想這些建制派 想表達一個意願就是 就算你不是用我的那個王 都希望你可以找一個人 是要擺平到各方勢力 最好你就不要傾斜一邊 譬如以前經常傳說中 就是你不一定又找回公務員 也不要只找個大商家 可不可以我們不同派系的利益 都要得到平衡呢 所以我想去到最後 他們不一定真的 推自己的全民造星出來的 你收到就可以了 評判你收到就知道 我們這邊有很多潛質 麻煩你教教她了 我覺得她傳達她的信息就是這樣 你這樣說完我終於明白 那些人的觀察都對的 一直以來香港 你看到中聯辦那些辦公室 越來越多人 越來越多人 香港的環境就真的是基本上很難 要有一些北京的團隊 都要下來看看是什麽環境 為什麽不是一個人說個個聽 包括建制也好 你剛才說一單單單清 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行政區來的 他們要傳很多人下來 去了解了香港之後才 會不會選一個新香港人呢 是香港人 不過又是大陸人 已經入籍了香港 那可能是傳說中李少嘉那些 其實真的想看他要表達一個什麽的信息 我覺得這個信息可能是跟他 要未來扶持哪一方勢力呢? 應該那個關係更加大 因為之前大家經常數香港的 所謂建制派的陣營 可能很多都是用土共 新貴 而新貴裏面又有一些可能 純粹是一些權力投機分子 他可能這群人都沒有支持過中央政府 不過看到現在有錢賺 他才走過來埋堆的 或者有一些譬如自由黨 那個類型的 其實忠誠就沒有什麽了 不過他有他的商業的資本 是以前的北京很體重 覺得他們的忠誠 是可以換來香港的一些穩定 所以就是一個堅實的盟友 但是很明顯現在他們都被人清很多 或者他們會換血 所以如果你說未來那個特首 你說會不會變成一個新香港人呢? 其實已經沒有東西是可以不發生的 所以唯一你只需要猜 就是如果他找一個所謂新香港人 他是不是想表達他以後就向這個方向 就是那種換血啊 是不是會由他開始就會換很多可能是那些 真的驚派啊海派啊 可能很多不同的新的管治或者政治的團隊加入 可能到時候就很興奮的了 但是因為大部份在香港的都可能會清走的 因為都不是那條線的嘛 25周年了嘛 因為你看到香港這麽急的事情 去到25年又來了嘛 主要是現在的 好了那我們跳去另外一件事 我記得你說過 反而我以為你是足球才是expert 但是其實原來你NBA才是你的 喜歡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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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問一問你對於這個Warriors 他們中文是否譯作戰士隊 勇士 勇士 金周勇士 勇士好像有NBA 好像前幾年拿過總冠軍的嘛 有有拿了三次的 不過不是連續的意思而已 好了那終於這輪就有一個球星 本來叫N.S. Cantor 卡特爾 現在改了名叫N.S. Freedom 這位球員好像給我感覺 他除了打球之外 其他的時間 他跟不同的不論為香港啊 維吾爾啊 西藏啊 甚至土耳其都發了很多聲音 最近就開始 在他自己的IG那裡 在炮軍中 就是NBA的老闆 就說你們好像只為錢 就跪下了 好像不再理人權 那樣 那不如這條片吧 雖然短短的 你又 等我戴眼鏡先 老法的 我們一個 有我看一看 好 那我問了這個勇士的老闆 看他怎麼說 你會不會覺得特別不開心呢 然後再玩 опять じゃあ再玩 再來一次 這一方面 沒有人也會不會再理會 什麼 你對這給他們 你真的會不會理會 什麼意思 誰也會不會理會 你不會理會 我只是跟你說 你自己不是理會嗎 我不是跟你說 很艱難 什麼 什麼 我的 什麼 你會不會理會 你會不會理會 這是勇士的班主了 前文後理 其實他在問他一些問題 有人這樣說他 基本上他在說威奇心 那是個記者來的 另外一個 我們電台KOL 電台主持人 網絡 訪問 那些是sport channel來的 既然這樣可以拿到一些Soundbike都可以 他問了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Anna就問開 你們被人指 你全部都維穩 他自己就說要顧 我也是顧我自己的族裔先 其實很多問題 他說關於這個維吾爾維克斯 其實I don't really care 他說說一個醜陋的事實給你看 我真的不在乎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有太多事情可以理會的了 This is below my line 就是我只是留意 事情都沒想到我要留意 他就說don't care 就拿著了一堆對於人權 看到現在NBA的情況 你自己身為一個喜歡NBA 你會不會因為他這樣說完 他不看他那一堆球呢? 或者你怎麼去理解這件事呢? 我呢 因為開始我也在想 明明之前他的班主的樣子不像他這個樣子 我後來看你發出來的報導 他原來就是持有10%股份 所以他就不算是大老闆來的 他有金州勇士的10%股份啦 那麼球隊也都立即指出就是這一位 就是帕利哈比提亞的評論 就不反映球隊也都不反映球團的觀點的 所以第一就是理論上可以 他跟球會跟他割蓆啦 就是他不可以說這一句啦 那麼我覺得這個割蓆呢 其實是因為沒有人會這麼蠢去說這些話 難聽點說 這些是政治正確來的嘛 特別是NBA呢 你看他們自己的蠢串 因為NBA其實他們是很致力於近這二十幾年 他們除了高度商業化之外 他們很想表達就是說他們是超越商業 他覺得這個運動是會表達一種精神 在美國他們自己會做很多可能那些扶貧啊 禁毒的一些社區活動這樣 他們的球星就是所謂的頭面人 譬如是Lebon James那些 他都很勇於告訴你他不只是打球 他會關心譬如黑人的維權政治啊 諸如此類 所以他就有特朗普 他會支持希拉尼 代表無論是他們整個聯盟 還是他們個別的一些球員 其實他們都很勇於是跳出只是打球這個角色 這個身份的 所以你說這個其實某程度是他們自己 建立的一個這個Lead裡面的一個文化來的 所以我想沒有人會很輕易很草率地說一句 我Q你這些東西的 我當然是你別的東西 是不會有人這樣說的 就是他這個說話我想只不過因為他 金周勇士是他其中一份生意 所以他沒有顧及NBA的這個整個形象 整個文化 他就表達一個很單純的一個生意人 你從一個單純的生意人 那他可能是非常正常的 說真的 因為你想一下 對他來說 就是我不能夠考證他是什麼族裔 就是因為你只知道 他可能現在在植谷裡面的一個創頭家 但是譬如他本身是印度還是哪裡 或者他在美國 那些是不知道的 那你可以想像譬如你反過來 你說是一個香港的商人 如果你跟他說 喂 假設婆羅乃那裡發生了一些欺壓的行為 要求你發表聲明去關心 這樣 可能真的會有很多商家 他都會說 喂 什麼了 什麼婆羅乃 我真的不懂 你說那裡有什麼滅絕的事情 你叫我關心 我真的不會關心 我可能真的先關心自己的人 其實可能他的情況是這樣的 你這樣說我可以接受 因為你真的好像 那個舒服的程度是 對呀 人家不知道都沒有可能 他剛才給我的感覺 不是像你這樣說的 因為我覺得他實在太過 表現出 你可以說他沒有什麼公關收息 因為他還說了 I don't really care 他就說了幾次這些事情 他都不關我的事 然後搞到那個主持人 很驚訝 What? 可能覺得很驚訝 是吧 其實 因為我覺得 說分兩頭的 你可以說 如果現在叫他關注那個婆羅乃 舉例 一個你可能不懂的地方 可能的確你會說 我怎麼關心 但是譬如新疆這件事 那新疆 無論是他牽涉的議題的廣泛 或者他牽涉的國家 那個角力的那個規模 因為在說中國 美國 就豈是一個婆羅乃可以比味道 這樣 那你可以說 他其實就不應該有這種藉口 就是他不應該有這種藉口 是可以說完全不關我的事的 特別是 已經有這麼多美國的知名牌子 都涉及裡面了 之前有新疆棉 沒有來沒有聽過 是的 所以其實他也很難用 剛才那種 就說宇宙某個地方 發生種族壓迫的事件 我又要關心 我不懂的 所以其實他也做不到 這個藉口幫不到他的 那你說會不會對他很失望呢 我想他只不過告訴你 他是一個很單純賺錢的人 不會去有任何 就是一個所謂普世價值的憐憫 他也都不懂得這些所謂公關的語言 他也都不怕 比你覺得他是這麼單純為賺錢 而我覺得老老實實 一定有不少人支持他的 因為他這種觀點 其實如果勉強打這個比喻 我覺得有些像 雖然程度差很遠 就是有些像香港的林作式那種的語言 就是因為林作他經常 表現出來就是 脫走很多一些所謂政治正確的東西 譬如可能他會跟你說 總之賺錢是最適合的 或者要穿名牌 但是政治正確 譬如我們怎麼都會說 其實衣著那些是包裝而已 一個人最重要的是內涵 他不喜歡說這些 他專門就是說那些最殘忍 或者最拔走這些包裝 就要你覺得他真是少人 是的 不少人是購買這一套 那現在剛才那個執行長 他可以說是一個放大版的林作的表演 他就拔走那些政治的修飾 我就是自己懂的東西 我就是關心自己的東西 我不管那些東西 一定有人支持他的 我想有不少 可能是一些 就是真的比較只是顧利益的那些 可能就說不是了 我顧一下 我明天開不開工好的 我顧到做什麼這樣 但是最後就是看比例 就是看整個美國的人口 看市場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是 不用太擔心 因為整個世界 似乎大家都是站在這個 比較政治正確的角度 都沒有人會好像 剛才那個人這麼大聲說 我們是不介意那些 勞工被人剝削的 所以我們會光顧血汗工廠 來幫Nike做波鞋 那有人光顧的 你不光顧都有人光顧的 但是大家都不敢說這個 是的 真的 你認為NBA這個這麼大的聯盟 會繼續怎樣 雖然現在暫時發聲 好像 NS Freedom NS Freedom 是這麼敢言 差不多打球是 副業 發聲就是正業 是不是 可能自己一來流亡了 你覺得NBA 會怎樣對這種球員 其實影響他們的 雖然是政治正確 也會令他們很麻煩 也不會 我覺得NBA已經很成熟 現在平衡都玩得不錯 他又不需要禁止你 因為你不代表那個人說話 你只是代表你自己 甚至連波士頓都沒有禁止他 因為你不需要禁止 他自己是一個球員 他可以發表一些 他又沒有影響人 他現在不是在說 NBA是很重要的 如果大家有看他的新聞 他有一些社會議題 那條底線一碰 你就真的PK了 永世不得翻身 譬如他早一兩年 MiamiHit有一個球員 好像叫什麼 Leona Myers 總之不是很出名的 但是本來都是一個 正正常常有實力的球員 他在一次休季期 他打機 他們很喜歡直播打機 他在直播打機期間 就說他講了一些 叫做種族歧視的說話 還好像是針對猶太人 結果是很嚴重的 就是他針對猶太人 你知道因為猶太永遠那個 叫做集中營 屠殺的歷史很重要 他講了一個笑話 就是開這些猶太人的玩笑 PK了 直播被人知道 然後轉達出來 他已經馬上道歉了 結果很快地 MiamiHit他的球隊 裁掉他 你明天不用上班了 斷了他 那你說 那東加不打打西加呢 整個NBA沒有人要他 他明明是一個當打之年 就算不是最上級的球星 但是你說 正正常常 都是一個勞動力 沒有任何一個NBA球會 願意簽他 還要惹來很多網絡上的攻擊 當然那些已經過了火了 但是你會看到就是 NBA這個聯盟 他是很著重 某一些底線 道德價值那些東西 所以他們會守得都挺重要的 比如剛才一講種族歧視 這些就死硬了 是紅線 是紅線來的 所以Counter他沒有踩到任何這些東西 他只是表達一些他自己政治的訴求 甚至他攻擊LeBron James 他可能會說他貪錢 那貪錢不是一個侮辱 可能很多人同意LeBron James 沒有東西的 所以其實NBA的聯盟是沒有所謂的 這些就有他隻眼睛開 還有一個好處的 可以將見到這個聯盟的多元化 言論自由 也可以讓你看到我們的球員 可以關心世界各地不同的議題 又不是彭帥 是的 彭帥他們也有的 不過我想是一個圈子問題 彭帥真的沒有什麼人 就是籃球圈沒有什麼人 所以如果你說到這裡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裡面究竟是不是一去到China這個因素 大家就自己就瞄了一個麥克風 又或者可能他覺得 哇東方的力量太神秘 我不懂得評論 總是有很多這些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就不要看得太鐵板一塊 你不要想著他要撐這個言論自由 就一定要所有大陸的事情都要反才行 不會的 畢竟他也是一個商業組織 是的 畢竟是一個商業組織 你不可能要他搖身一邊 變成一個維權分子的角度 大家要用這個角度看會好些 如果當一個聯盟有這種智慧給那些球員 不論你是向錢跪低也好 你不用跪得那麼肉酸 或者不用賴得那麼親戀 其實你說得很好 他已經這樣 就算有人回答不了什麼實際的效果 其實大家都心裡舒服很多了 只是唯一就是香港穿錯衣服 那時候又會被人說 其實只不過有一個這樣的聲音已經很平衡 那接下來最後這個人物我想問 你認為他怎麼做才會安全呢? 明天梁天琦辱滿那個期就出來了 辱滿出獄 其實他是提早的 他應該六年的 他表現良好就提早獲釋 他在他家人的公告裡面就說 他家人多謝很多香港人 這麼多年都不離不棄 他會繼續追求他自己裡面的一些理念 但是終於聽了律師團隊的意見 他就不會再出任何post 以及以往的所有都會下架的了 再不會運作 我們首先想一想 梁天琦你認為這位對於香港人 每個人都認識他這位年輕人 怎麼才會得到真正的安全呢? 這個是要當局去決定他 因為很慘的是 他是被認定的人物 他不僅是所謂大罪之身 甚至乎有些人會覺得他是代罪之身 因為他可能隨時就再有罪進去 所以全乎是管治者對他的評價 不是評價 對他的評估 他的風險影響程度有多大 譬如大家都不可否認 為什麼他的威力會這麼大呢? 除了當時他的明星一般的效應 他個人的魅力之外 我想當然就是光時那八個字 是他競選的口號 而整個反修例運動延續到今天 光時都成為了好像香港人 心裡面的永恆那八個字 那你說一個所謂的創始人出來 那你對當局來說 那當然是打二十四分精神的 很怕你會怎麼利用這八個字的所謂創作權 會不會做更多事情呢? 就是這個是官方他的想像 他的恐懼是會這樣的 所以你說梁天琦做些什麼 是可以令到自己安全呢? 其實他真是唯有什麼都不做 但是甚至什麼都不做 莫文偉一首歌都說 呼吸有罪 你可以是呼吸都有罪的 就算你所有事情都刪除了 如果左派 譬如左派可能會覺得說 這樣又放他出來? 不是吧? 他的出來 可能他的存在本身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精神之處了 可能會令到很多人都知道 天琦現在在這裡 就是你看到藍營那些KOL 方他不死 很多那些謠言 真的擺明謠言 又不叫人拘捕那些KOL 就說他又出來 怎麼大吹雞 就是這些KOL 他除了說這些是因為上騙禮 和不負責任 就是他人的尾皮之外 其實我覺得也是造成另一種壓力 就是不停在製造一些限制 框架 提醒你不要亂動 你知道 你很大人物 我們隨時見到你舉手投足 都覺得你可能傳達暗號 有信息的 所以未來的日子 你說他怎樣才安全呢? 第一就是視乎上面 第二 我想他自己都要摸索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可以變回正常人 其實也不要說安全 變回正常人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 所以簡單單單在樓下吃碗雲吞麵 是沒有事的 是沒有人監視去的 是可以全身而回的 還有你又可以想像 你去鄭健基 你去茶餐廳吃雲吞麵 老闆都笑不命會問你兩句 機仔 怎麼看 你們最近香港如果這麼亂 你覺得怎樣 吹水都說兩句 可能你都會隨便回答他 隨便吧 選誰一樣 其實可能這麼簡單 喂 那他怎樣 你樓下看到梁天琦 當作沒有警察了 你跟他聊天 他答不回答你 你就問他 唉慘了 香港最近心裡很亂 他不敢回答 他如果跟你說 是啊 真的很亂 原來就有人錄了 你現在是不是想著做什麼 先動 你利用你個人的影響力 然後就鼓動大家覺得香港真的很亂 然後是不是想達到一些好笑 真的不是我在這裡迷言耸聽 可以的 神經病 他是屬於在政治上 在裡面喝一口水都會肥的體質 就是你明白了 喝一口水都會肥 他講一句話都有罪 這個是我覺得對他們來說 才是最大的難題 怎樣過回一個正常人的生活 假如你是梁天琦 你仍然坐完這幾年提了出來 你仍然發還過護照給你 你會不會走 我覺得我會 因為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 現在的香港已經不是我四年前 就是他坐了四年 不是他四年前認識的香港 喂 你是完全不同了 如果我代入他的想法 可能你會覺得養我欲我 甚至乎給我一個空間 我可以去打拼創造的香港 現在不見了 那他不見了 那我還怎樣 假如我當我想繼續從政的 沒有了腦 當我不想從政的 但是別人不放過我 你怎麼請人呢 你沒有理由會有一間 就是賣雲吞麵的 你是誰 梁天琦啊 你是來賣雲吞麵嗎 又不是梁天琦 賣雲吞麵都不行 誰可以 你想一下 我們好像講過恐怖 但你真的可以想像到 大家當作請收銀 當作無端端什麼工作都要做收銀 怎麼請他 如果請到他 讓人知道梁天琦做大家落 那些藍絲就是挑機怎麼辦 黃絲去排隊 黃絲去排隊 藍絲去挑機 那怎麼做生意 是啊 旁邊的人都怕了他 是啊 可能有空的人又挑機 怎麼樣 有沒有光時快餐 什麼沒有的嗎 這裡沒有 這些可以想像到 是很慘的 所以如果我是他 我會選擇真的離開 不是因為很害怕 馬上被警察捕 就是因為我想他自己都會想著 就是盡量不出聲 不表態 好一點了吧 但是正常生活呢 這個真的是 我是替他陰功的 真的替他陰功 他才好像是不是30 有沒有 很年輕而已 你說他 28 是啊 就是 我反而是覺得 因為政治是一輩子的 就是有排 就是不需要再不停把這些政治 放在他身上 我肯定覺得 作為一個年輕人的身份 他這個年輕人的身份 那他生命很悠久的 那怎麼辦呢 是啊 在香港他是不是可以得到這樣 就是真正的自由呢 這樣很難啊 所以我是覺得 他如果離開 沒有人會反對 我想那些人真的是拍手 好啊 就是覺得他安全了 因為我想一下他當時在波士頓拍電影 就是去到講講 都會回來受審的 是這樣的一個年輕人 是啊 這四年裏面全部的事情 什麼法例都改了 就是任何一點公平的一種叫做 你給我一個護照 我可以自由出入 都未必有 因為明天出來 第一個鏡頭被人拍到 跟人聊天 就已經失去那個權利 都真的 而且如果 剛才我這樣問你 多謝你這樣說了 如果給我 我第一件事一拿到護照 我立刻離開香港 真的要 立刻 就是那個監獄 他不是說不要 大家不要來送我一家人 我意思是說機器 麻煩第一時間 但是都有個恐怖是什麼 在機場都不讓你上 視乎政權怎麼想 其實我們覺得正路的就是 當然要這樣走 連政權都不想留你在這裡 又要拿別人來招呼你 因為我想是一輩子的 除非他突然投共 舉個極端一點的例子 除非他明天突然加入民建聯 正式成為自己人 才會解除對他禁閉 如果不是我想 真的一輩子的 他這個file 你哪一個 你哪一個的 叫做國安部門 哪一屆的一哥 你會夠膽拿一個命令 有啊 有梁天琦 不用看著他 肯定沒有人夠膽拿這個 一輩子就跟著你 是的 所以我贊成你的說法 就快點希望他在一個自由的地方 得到平靜的生活 沒錯 過回一個正常人 原來我們今時今日 只不過做一個正常人 原來都不是想那麼容易 所以香港人就是祝他們 好人一世平安 這句真是出入平安 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 多謝你 你都平平安安 今天四分三時間 沒有戴過眼鏡 很帥仔 戴眼鏡先 不行了 你下次到這裡 這個星期不要戴眼鏡 好 下個星期再見 下個星期再見 好了 很快就農力連了 下個星期 OK 好了 拜拜 拜拜 拜拜